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新闻 股市 产业趋势 掌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全球的金融市场度过了今年的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的行情非常波动 而且都出现了很大的历史性波动的历史数字 比如说以债券市场来讲 今年第一季出现了40年来最大的季跌幅 如果我们以美国公债指数来看的话 全季跌6% 你会说6%没很多 有些股票一天就跌6% 对不起这个债券基本上会去买的人都很保守 它是固定收益性质的 大部分都是因为看中它的利息收入 而且是一个保本保息的利息收入 才会去买债券 结果一季就让我的资金赔掉6% 这个对很多这种保守的投资人来讲 或是法人机构来讲是无法忍受的 还是出现了40年来最大的单季的跌幅 另外原物料商品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原物料指数 今年全球不同的原物料指数 分别涨幅达到26%甚至超过三成的都有 这是出现了非常大的单季的原物料的价格的上涨 所以原物料大涨的同时债券大跌 另外美国股市今年第一季也出现了非常大的跌势 曾经一度美国的科技股指数为主的费半 跟纳扎克指数都跌到熊市 现在后来拉上来之后 全季仍然是收到明显的下跌 如果以纳指来讲的话 今年第一季还跌了将近快10% 9%多 那道琼跟费半呢 今年第一季也分别跌了4.57%跟4.95%的幅度 也都是将近5%的跌幅 那另外费成报理指数今年甚至跌幅呢 达到13.11% 所以费半指是美国四大指数里面 今年第一季跌幅最大的 那美国股市今年第一季的这种季跌幅 已经是两年来最大的单季跌幅记录了 所以今年第一季可以讲说是股债同跌 你看这个债券跌掉6% 股市最起码也跌掉5% 所以你如果说一般来讲平衡型基金 你既放股票又放债券 那今年第一季是完全没避险 因为股市跟债市的跌幅都差不多 唯一你去买这个油啊 去买金啊 买这些所谓原物料或是贵金属呢 你今年第一季才能赚钱 而且是赚大钱 比如说我们讲美油好了 美油今年第一季 它的涨幅是达到33% 布油这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骑油指数 布仁特骑油 今年第一季涨幅是39% 而且美油跟布油都是连涨8个季度 你看多强势 那三月呢 美油全月的涨幅是4.8% 布油的涨幅是6.9% 是四个月的这个油价的上升 不过呢 整个三月的油价 已经开始出现比较疲弱的一个发展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下波动的一个情况 那四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油价出现了破百元一桶的情况 这主要是美国总统拜登啊 宣布了美国史上最大的战略原油的储备释放计划 也就是说呢 未来半年每天要释放100桶石油 100桶的原油呢 这个达到半年之久 总计呢是1.8亿桶 那这个消息使得那油价出现了这个破百的情况 就美油跌破了百元一桶了 那至于说后面会不会再拉上来呢 就变的是这个未知数了 不过全球的一个通货膨胀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看油价 如果油价是压不下去的话 那相对这个通货膨胀就很吃力 我们看到最新美国公布出来的PCE 创下了40年来的新高 这个PCE最新公布出来的数字呢 这个核心PCE达到5.4 那非核心PCE是6.4 就一般我们讲说这个整个PCE呢 已经是来到了6.4了 CPI是来到了7.9 将近8% 所以不管CPI不管PCE 不管是核心的这个PCE 或是核心的CPI 都是40年来最高 所以拜登必须要把这个油价打下去 所以释出了这个1亿8千万桶 这种这样子一个史上最大 释放战备除油的计划 就是要把油价压下去 因为油价压不下去的话 后面美国的经济会非常的辛苦 消费者这个消费上面会非常的吃力 同时美国联准会呢 这个升息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 那在金融市场当然这个感觉起来就是风雨欲来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今年第一季为什么股在同跌 而且出现了这么大的季跌幅 那其实自然是有机可循的 那至于说原物料价格呢 今年第一季大涨涨了三成能不能持续下去 这也不无疑问 因为毕竟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不管美国也好 或是说这个欧洲国家也好 现在都是高通膨的情况 那这个通膨这么高 那各国政府都要把通膨打下去 不然的话日子很难过 所以油价或是说原物料价格能不能维持这么高 恐怕也关系到这个各国政府的政策之外 这个还有乌俄战争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变数 所以今年第二季呢 恐怕这个变数的情况会是不小的 那么回到台股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今年第一季的状况 今年第一季如果看加权指数的话 全季呢是下跌67点 这个跌幅是0.38% 所以等于说今年第一季 如果你从年初起算的话 到3月31号 加权指数是没有什么涨跌了 如果你看全年的话是几乎是在平盘 就是说3月31号的收盘点 跟这个年初的开盘点 基本上是一个几乎是持平的状况 以过加权指来讲的话 是这个小跌了67点 那跌幅是0.38% 不过如果你看整季这个高低点 确实差距非常的大 这个高点在18619点 那我们看到全季的低点呢 是17693点 所以这高低差是达到了足足有这1800点之多了 那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位置呢 是在加权指在4月1号收盘呢 是回到了17625点 也就是说刚刚好回到这个高低差的中间的位置 也就现在目前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情况了 那这个不上不下的情况呢 到底4月会怎么发展 那就变成是一个很难预料了 因为毕竟你已经来到一个中点了 中间的一个这个点位了 好那如果你看到这个整个月线的话 那3月如果看到加权指的话 它月K线是收了一个很明显的下引线 是一个十字变盘线 这个变盘线是一个红K棒 那上引线比较短 那整个月份呢 其实高低点差距也很大 高点在180026点 那低点呢在16764点 所以高低差呢 也差的是有这个差不多 是有这个千点左右的一个高低差 超过千点的一个高低差 所以这个上千点的一个上下的一个差距 也确实是告诉各位 今年呢全球股市包括台股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 就是高波动 然后不稳定的一个特性 那在这个高波动不稳定特性下面呢 又伴随了一些事件因素 以及整个经济面上面的因素 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在消费面上面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消息 所以选股就变得是特别的困难了 因为过去大家都习惯买电子股嘛 那比较少琢磨传产股 可是你会发现今年反倒是这个传产股 一些价值型的龙头股的股价表现 相对是比较强劲的 比如说我刚讲说这个联发科好了 联发科今年 大家看到他的这个 如果我们看联发科的季线 今年是收出了一个非常难看的 这个黑K棒 联发科很少出现月K线连三K 同时呢 你看到他季线呢 是一个达到了这个 跟12月红K 去年第四季红K季线同样 等同幅度 等同长度的一根黑K棒 也就是说他这里是一个 很难看的季线 今年第一季联发科 把去年第四季的上涨 全数是把它回吐了 联发科今年第一季的高点 在1215块 低点呢是在900块 所以这个高低差 达到了315块 315块的这个高低差 是超过20% 也就把去年的第四季的 这个红K棒把它全数给回吐 就是这个变成是一黑一红 而且是完全等长的一个情况 那四月份 包括第二季 这个消费电子的龙头的 IC设计的联发科呢 我想就会关系到整个IC设计族群 以及台股半导体族群的一个发展 那针对台股四月份的行情 以及第二季可能的发展 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来国际政治投顾的罗明分析师 罗老师你好 罗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罗老师如果你看联发科的走势图 你会发现哇 这个去年第四季的GK线 是一根大红棒 对 联发科去年第四季 它的低点是在839块 然后呢 它的高点呢 是在1200块 所以是它从839拉到1200 但今年第一季呢 它是从1215块杀回了900块 所以这一来一往 真的是几乎是打平 但是感觉起来 确实在一个高档 很大的一个震荡情况 那您怎么看 台湾的这个半导体族群呢 我想啊 在历经这第一季的一个 大幅的一个震荡之后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了 其实在科技股 在这个第一季的一个行情走势里面 是面临蛮大的一个修正 即便说啊 现在已经有普遍的一个回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于整个联发科 甚至于包含台积电 联电等等 这些所谓的指标型的一个股票 因为你本身 你废半指数都在跌 你科技股都在跌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当然你要说这个置身事外 是有的一定的一个难度了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包含像纳指也好 包含像这个废半指数也好 在历经第一季的一个大修正之后 现在普遍的 已经有逐步回稳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啊 就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整个整理 我想当然是在所难免 但是只要能够 我们包含像废半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能够直稳 然后甚至慢慢走出一个 比较所谓的一个 多头形态的话 那我想这个联发科 毕竟在经过第一季的 一个大幅修正之后 在接下来的第二期 当然现在是利空不断 但是这些利空业慢慢的 也已经开始有出现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知道说 股价反应的是未来嘛 那如果说短线上 它已经反应的未来可能会出现的 这样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了 只要情况不要再更糟 只要情况不要再更糟 我认为这些股票 其实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不敢讲马上大涨 但至少有机会能够 慢慢的走出自己的路 好 那四月份的行情 您怎么看呢 四月的这个第一个交易日 行情并不是太好 对 出现了一开盘下跌36点 如果以加权值来讲的话 最深的时候一开盘没多久 跌到过200多点 对 那索性后面慢慢拉起来了 就没有让四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收出一个太难看的黑K棒 对 那收盘是下跌67点 那指数收在17625点 那这个位置 刚刚好就是在季线跟月线中间 对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不管上跪或上市来讲 这个K棒都夹在 上有季线的反压 下有月线的支撑 然后五日线跟十日线 大概就是在这个 两根重要的均线中间 对 那现在目前是有机会攻上季线 还是会跌破月线 因为我觉得四月一定会变盘 就是四月大概大盘 会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就是如果你攻破季线 那个突破季线 持续往上走的机会就很大 但是如果你跌破月线的话 哇 那这个空方的压力就会很大 因为你毕竟这一波反弹上来 没站回季线 然后又重新跌破月线的话 那这个多头就等于说是会 很气馁了 当然了 就目前来看 我们看到其实盘面上 现在整个消息面 它终究还是蛮诡谀多变的 你是光是说上个礼拜 一下子说这个俄乌之间 这个两者有共识了 让这个礼拜三的时候 大盘一度的一个大涨 而且还价量齐阳 股汇双涨 结果才隔一天 马上又搞了一个乌龙 说根本没这回事 整个俄军也要重新的启动 这个公式 所以就目前来看 当然整个俄乌的部分 还是大家去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毕竟 它所影响的是原物料的价格 它所影响的是原油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部分 又连带的引发 所谓的通膨的一个疑虑 那通膨又联动的 整个联准会接下来 可能五月份 你到底要升息一码 或者要升息两码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环环相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变数没有进一步的厘清之前 你说这整个大盘 或者说整个全球股市的行情 要放开大步的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又或是再走一个大多头 我想这个难度当然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认为了 可是因为你毕竟在现在的一个状况 你相较于战时刚初期的时候 甚至于整个油价在大涨的时候 似乎现在的一个状况 又没有当时的一个严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我们刚刚这个莫兄也提到 你上有压是下有撑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现在就是在多空拔河 那短时间之内就是区间震荡 那你就要去看了 到底接下来是哪一股的一个力量比较大 如果说整个战时 因为现在其实战时的一个部分 也没有人抓得准 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这边 也一直没有松口 他们一直觉得说 我也不排除怎么样 现在一直在讲说 他们会动用核武吗 那如果说这个一动用核武 这个后续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变化 就很难去掌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也不是到底要用核武 这不是我们能够去掌控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要去持续做个观察 到底是哪一股的一个力量会比较大 那如果说在整个俄乌之间的一个状况 在整个通膨的问题 又或者在整个所谓的油价的部分 都能够有效的控制 当然我们先强调 我们不期待说 这个油价会大幅的下降 又或者整个俄乌之间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争 这个战事会马上的一个停止 但是只要不要 我强调是只要不要恶化 只要不要恶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盘面的冲击 它当然会慢慢的一个顿化 那至于像上个礼拜五 为什么整个台股会出现 刚莫尔兄也提到四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好像这个不怎么给力 盘中一开盘就跌了两百多点 那当然最终是跌了67点而已 但是终究的你在整个第一天 就收黑的情况之下 当然大家难免有一些气馁 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了 其实上个礼拜五的初时 也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拉回 我想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美股的一个下 一个所谓的四大指数起跌 那美股的一个下跌 主要是因为公布了一月 这个二月份的 这个所谓的核心的一个 个人消费支出的部分 是比这个一月又在成长 因为一月是5.2 结果到二月初来变5.4 又创了一个39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有这样的一个利空冲击 大家先跌了再讲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说了 其实原本市场是预期5.5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出来只有5.4 其实换一个角度 好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悲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了 只要是后续 没有再持续的有利空出来冲击的话 慢慢的这些利空 有机会会呈现一个动画 但是在整个多空两股力道 多空两股力道 还没有正式的所谓的一个 较量出真正的一个结果之前 我认为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中间 当然还是以个股表现为主 好 那另外 我们在廉价前 这个本土疫情 已经单日确诊人数是突破百人了 所以这个疫情的话 恐怕也会为4月行情增加一些变数 那另外这个在产业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消费电子 坏消息不断 什么显卡降价 然后什么苹果砍单 然后你可以看到 台阶电动事长刘德英也出来讲说 这个大陆封城恐怕会影响像手机电视 笔电这些消费电子产品 它们半导体的需求 然后这个外资机构又把这个 惠普跟戴尔这两大NB厂的平等给调降了 又传出说联发科跟高通什么第二季 可能会这个5G晶片要降价抢势 哇这个一缸子都是一个坏消息 就显示这个终端需求似乎比较疲弱 老师这个状况我们可能在选股上 也要稍微注意吧 当然以目前来讲我们说过 其实消息面除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整个包含通膨包含俄乌之间 那连带的你们说过 整个消费段 因为毕竟你通膨高涨 大家的消费能力 当然就会受到一些局限 那受到一些局限 当然你就连带的大家比较担心 那景气会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近期包含一些产业端 似乎也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利空 可是当然这些利空 到底会不会如市场所预期 或者说现在大家所预期的 这么的一个悲观 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因为这个毕竟 这也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要去随时注意它的一个发展 不过换一个角度想 我喜欢从不同的面向来看 你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 旁边上这么多的一个利空 有旧的利空 有新的利空 利空真的是抱不完 这么多的利空之下 你看这段时间 行情有没有大跌 没有 行情几乎就挺在这里 它没有涨上去 没有错 利空这么多 它怎么涨呢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了 其实利空往往是怎么样 是一个锤链底部最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成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这么多的利空行情打不下去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似乎了这里整个行情也有尝试要做一个打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动作 因为毕竟你从这个形态上来看 上面有一个三个月的一个头部 你结果你只有一个月的一个双脚形态 似乎担保了点 所以你势必也要用时间来化解 好那这段时间如果说有加上利空不断的来测试 然后不会彻底不会 这个所谓的不会在破底 或者行情不会有在引发另一波弹的一个跌势的话 那一旦彻底成功 当然后续就可以比较乐观来预期 但是是不是能够彻底成功 这个还是要看整个后续的一个变化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现阶段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区间来回震荡的话 我说过个股基本上它还是有表现的空间的 那尤其我们也跟各位说过了 四月份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既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月份 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季度 那对于已经冲刺完第一季绩效 第一季的一个所谓的业绩的 这些所谓的一个业内法人来讲 对于接下来的第二季 一个全新的开始 它必然又要全新的一个布局 有全新的布局 就会有全新的策略 跟全新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标的 那如果有全新的标的 当然对于我们而言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机会 为了要掌握这样一个全新的机会 各位也都知道我们在上个礼拜 是不是 尤其是在礼拜三 大家非常乐观 都纷纷看好后市 有机会挑战季线的那一天 有没有 股汇齐阳 或者是肋股齐阳 这个是股汇双涨那一天 我们等下 我们反而再出股票 我们出掉了这段时间 相对强势的 像中美时 包含像生达哥等等 当然不是抗话未来 只是为了就是要布局 接下来 法人所琢磨的 这些要锁定的股票 而四月的第一档股票 我们也已经锁定了 好 那我们预计 在这个节后 我们就要开始进场布局 那想跟上脚步的 都欢迎这个投资朋友 利用这个 假热这段时间来赶紧做个登记 也可以随时跟紧 我们的一个脚步来做操作 好 刚刚卢老师所谈的提问 我们听用参考 非常谢谢卢文斌分析师 谢谢 谢谢